綿密婚姻出現危機 沒想到小三卻是 我從她Baby的時候 跟我跟她說 蛇吻 她是有前世的情人 我跟她的 過分耶 老公是我娶的 我追的耶 追半天就被兒子搶走 後來她不用 那是 妳說她還會關心妳的安全喔 當我要進去洗的時候她說 媽媽 今天很滑 妳要小心喔 然後爸爸如果要進去的話 她就跟爸爸說 好吧 妳面紅花 我可以出去了 我是媽媽 我是媽媽 我是媽媽和爸爸 來不及了 想饅頭 為什麼媽媽不可以做全做 在我生出來以前 已經做過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完全就是小三個子 人在講話 媽媽之前做過這麼多 時間都給我了 不期什麼小孩 就像對婚姻生活 扔下手榴彈 根據美國研究 67%的父母反應 婚姻要比孩子未出事前來得不快樂 新手父母吵架的次數 也比還沒有孩子時多了八倍 而今天我們就走上街頭 來問問夫妻們的看法吧 你覺得孩子小的時候是比較黏媽媽還是爸爸 是的 我的女兒比較黏我的 黏我媽媽的 那爸爸那邊會不會覺得差錯或什麼 沒感覺吧 比較黏媽媽 那爸爸平常會吃住嗎 不會 開心了 黏我 那爸爸會吃住嗎 不會啦 小孩子這麼可愛 你講話 老實說 我們節目曾經做過一集小三 對 收視率非常好 對因為那些小三那個嘴臉真的是 對 讓人想打對不對 也不一定啦也有可憐的 都有被騙了也有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今天還是要延續小三的話題 對 但今天這個小三比我們上次的小三更大 因為他們已經 打好了 對 有的時候車子有沒有 副駕駛坐應該是坐自己老婆 沒有可能坐的是小三 好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這些夫妻們 這個今天好好的面對這個問題 究竟今天來哪些厲害的小三呢 我們先歡迎第一位小三組長 好 好 未成年的小三 好 小丸頭 小丸頭 小丸頭是 是誰的小孩 我是熊家姊跟李羅的小孩 你今年幾年級 四年級三五年級 你過了小三的年紀了嘛 對 不是那個意思啊 不是小學三年級的小三啊 我們剛剛講的是 對不對 因為他跟李羅大哥感情太好了 是是是 情侶座 妳想坐哪個位置 那個小班頭 我想坐前面還是坐後面 就直接換了啦好不好 對啊 妳不要擋到自己女兒嘛妳 對啊 我發現她們有一點情侶座 對啊 哎呦 寶寶都喜歡YOUKEY的 這這 沒辦法 人是爸爸 上輩子的情人 對啊 對啊 太太是過去的情人 對 欸 這樣講也對 是不是 好 好 這個 接下來 第二位小山是誰呢 我們先歡迎她出場 好可愛喔 沒有 這裡 這裡啦 妳是正坡的 喂 欸 欸 這邊 這邊 來來來 對 這樣妳 小石頭 小石頭 來 上來 好可愛 把妳小山帶來 好可愛喔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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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是我們小石頭 所以是不是不在 不在這關係裡面就自動退位呢 欸 不好意思啊 不是 是我嗎 對啊 哈哈哈哈 好死亡喔 這個是 很悲傷的畫面 你看喔 我覺得小婦真的有點可憐 嗯 是不是 你看喔 哈哈哈哈 前世大仇未報 今世結為父親 對 前世欠錢未親 今世絕為父子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就是太欠責的關係 這輩子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嗯 好 好 接下來歡迎第三位小山 哈囉 哈囉 你終於來了 我等你好久喔 我自己去後面 我自己去後面 去 好令人悲傷 他跟自己的爸爸說拜拜 他們家看起來好可憐 他們家看起來真的有嚴重 所以問一下我們的 這個天團媽媽們 是 你們家也有這種情形的情舉圈 哇 全部都有 對 八 這集要做之前 那都一直跟我講 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對不對 美娟姐 人生還不要結婚對不對 很有於結婚 結婚之後 不然結婚之後就 不要有小孩 不要有小孩 對不對 對 不然會失去好多 是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對 然後我說你覺得會失去什麼 他說就是 前幾年應該會失去生活吧 對啊 因為小孩 可能媽媽就要一直顧小孩啊 然後你可能最後跟他根本就 老婆說 欸 我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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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吵到小孩 吵到小孩 所以呢 雖然小孩在 但是我們也假設 他們聽懂聽不懂 OK 好 那麼 生完小孩的第一年 有嚴重影響 你們親密關係的情舉圈 等一下 為什麼有夫妻 你答案不一樣的啊 他覺得我都有滿足他了啦 對不對 對啊 我很容易滿足 他很容易滿足 但我不容易滿足 他不夠耶 可是 你沒有得到足夠的 怎麼會這樣呢 沒有 因為我覺得 他把所有時間都 拿去陪小朋友了 完全沒有時間來陪我 嗯 OK 然後這邊全部舉圈耶 這邊也都是對不對 那 請問一下這邊舉圈的 你不願意進行親密關係的 請舉圈 然後是老公不願意的 請舉X 對啊 只有炯炯媽是不是 老公不願意 其他都是 為什麼都是為了小孩嗎 幼兒嗎 是啊 為了小孩 因為小孩在旁邊 女生一定沒有辦法放鬆 你沒有辦法放鬆 你就覺得這件事情是 不舒服的 不開心的 對啊 好可怕 真的喔 影響很多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這三對夫妻 他們的小三對 他們的夫妻關係 影響有多嚴重 對 好不好 因為他們有一些 這個非常親密的一些行為 是我們覺得說 欸 有點 不可思議的 我們問一下 安哥哥 平常媽媽都怎麼親妳 你們直接親親給我們看好了 剛剛是出現了類似舌頭的一個器官嗎 妳有碰到他媽媽的舌頭嗎 舌吻 從他baby的時候就會跟他舌吻 舌吻 舌吻 跟自己兒子舌吻 舌吻 因為他是我前世的情人 我等他等很久 那那個安哥哥 妳會這樣子親自己的爸爸嗎 妳會親爸爸嗎 不會 為什麼不想親爸爸 是不想親還是 只想親媽媽 只想親媽媽 不想親爸爸 看到爸爸親媽媽的時候 你會不舒服嗎 會 平常爸爸會不會覺得很吃醋 會啊 很過分欸 老婆是我娶的 我追的欸 追半天就被兒子搶走 話都會在使用 他在使用 沒有說使用那麼誇張 那麼誇張啊 就是這個親吻犬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 小獅頭 那妳比較喜歡親爸爸 還是比較喜歡親媽媽 爸爸和媽媽 有 有被教過 那妳可以 妳可以演一次給我們看嗎 妳可以親媽媽 親一次給我們看嗎 我一下會親媽媽 然後一下會親爸爸 好 那妳怎麼親媽媽 親媽媽一下 我看一下 小獅頭 妳喜歡媽媽親妳 還是爸爸親妳 爺爺還有爸爸 還有媽媽 還有哥哥 還有奶奶 我覺得這家很累耶 被親耶 她的牌序已經出來了 她第一個喜歡的是爺爺親啊 對不對 很喜歡爺爺親妳對不對 嗯 因為我喜歡爺爺 哇 融化 融化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覺得 爺爺今天晚上會改遺囑 妳要跟我講對不對 蛤 我們幹嘛 不是這樣講的耶 恭喜妳又有多了一個土地囉 都給我 還有加一個房子 對 她是長孫嗎 對 她又是長孫 阿公 我覺得遺產一定要頂出你了 這孫說話這麼甜喔 真的 老後兒子不如老後孫喔 小夫今天來的節目 真的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了 真的啊 這個李羅大哥 你跟小饅頭 因為小饅頭已經九歲了嘛 對不對 十歲了 那問一下小饅頭 妳還會跟爸爸玩親親嗎 親臉會啊 那跟媽媽呢 也會啊 親臉 喔 我們小 她小時候我是 從小就親嘴 親親親親 那後來是覺得 她有點長大了 應該就要親臉 到二年級的時候 嗯 喔 就只能親臉了 OK 好 喜歡跟爸爸聊天 還是跟媽媽 兩個都很喜歡 兩個都很喜歡 那請問熊佳姐 她有介入妳們什麼嗎 啊 就是 其實他們兩個晚上 要睡覺之前 有時候就是會在 因為他們一起看電視在床上嘛 然後有時候就抱來抱去啊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 小朋友就會問爸爸說 爸爸妳愛不愛我 然後爸爸就會說 我愛妳我愛妳我愛妳 然後就會跟她講說 妳過來妳過來 我就想說什麼事啊 她說我跟妳講一個秘密 我想說 唉 老套 就是從她小時候到長大 都講同一個秘密 然後可是她每次都還是過去 然後她說 就在我女兒的耳朵旁邊說 爸爸我愛妳 然後就是一直 每一次都是跟我女兒 然後我就知道說 她要跟我女兒講說 我愛妳這件事情 然後就在耳朵邊這樣講 然後我就 好啊 我也要帶小孩去睡覺啦 我就說 那我咧 然後她就會做這個表情喔 你把妝容作啞 對 她就會裝傻 你知道嗎 我說妳在幹嘛 然後我就會對她眨眼睛 我說 那我呢 然後她就說 妳是 有膏嗎 好可憐喔 真的喔 就覺得很生氣 我會說妳給我趕快說喔 真的 對 結果她就 她偶爾就會那個就是 就會講啦 對 不然現在講一下吧 蛤 我怕了 我怕了 愛妳喔 妳是誰講 她跟鏡頭講 她跟鏡頭講 而且妳馬上會用腳 幫對方洗頭是不是 小時候 小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好不好 用腳洗頭的影片 她跟腳洗頭